中云节怎么可以不看联谊影片呢? 不仅人类对他们好奇,其实他们也对我们很好奇 特别是在这个敏感的节日提到他们的存在 在我们看这些影片的当下 其实早就吸引了不少好朋友在你们旁边一起观看 你不信吗?但也不要铁词 在我们影片开始以前,如果你敏感提出,请不要在晚上观看这部影片 如果你喜欢挑战恐怖联谊影片,也可以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2024年7月28号,一部内容诡异的影片在一个住区流传 影片是从其中一个住家外的监视器拍到的画面 时间约晚上7点左右 这些邻居也因为这部影片开始担忧住家安危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还造成有人被送医治疗 到底那个住家监视器拍到什么 以下就是那个诡异的画面 这些邻属的问题是因此 邻属的地方也是在这里 这个邻属中的邻属中的邻属中 哪有或是阻属中的邻属 那边是要迟属中的邻属中的邻属中的邻属中 為什麼? 為什麼? 畫面中有個快速閃過的黑影,擊中了剛走進屋內的男子 接著有可能是親戚或鄰居的兩個人趕緊走過去協助 他們旁邊還跟了一隻狗 但那隻狗不知道為什麼是直接衝去物品飛來的方向 可能是看到了什麼人類看不到的東西 但最讓人害怕的是前面那個快速飛向男子的不明影子 幸好男子沒有什麼大礙,送到醫院逢了急診 男子清醒後卻也不記得當下發生什麼事情 影片也沒有太多資訊,只知道是發生在哥倫比亞 至於那個擊中他的東西也沒有在現場找到任何一個星體 你們認為這個詭異的影子會是什麼東西呢? 是靈異呢?還是外星人呢? 每當農曆七月最害怕的都是必須輪夜班的工作人員吧 2012年一名在商場工作的保全人員 在晚上將近11點時看到其中一台停車場的監視器 感應到動態偵測 但當時裡面是沒有一台車子的,所以不應該會有任何動靜 但是為了確保起見,他請同事到那裡巡邏 可怕的來了 當他的同事到達那台監視器位置後發生了一下事件 今次就有個僅目的 Sen哥你還是什麼? 我還是查看那一台車子 那裡的東西是號碼 有點差勁,但… 對,來吧! 好,來吧! 好,來吧! 当他同时抵达之后,可以看到左上有显示动态侦测 接下来,摄影机还拍到了另外一个影子突然出现 往男子背后跟着,然后又突然消失 除了这次的事件之外 其实这个位于哥斯大利家商场的停车场 早就有许多灵异事件流传了 到至今还有许多客人也声称自己遇到奇怪的事情 他们都深信那里闹鬼 人再怎么不信也不能铁齿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无心做了什么事情 或是说了什么,就不小心带了什么回家 2015年一名国外叫坎蒂斯的女子跟她的老公 在万圣节参加了一场位于废弃闹鬼的监狱跟朋友开趴 但他整晚都觉得气氛不太对劲 好像有人在看他一样 那天晚上他开始经历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状况 他就猜测那天晚上可能被跟了 一开始本来只有家里的灯会自动开关 门会自己打开关上 接下来变本加厉 除了物品被丢之外 这个未知灵体开始对他动了手脚 有天晚上他跟先生在客厅下方睡着 竟然发生了一下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坎蒂斯的右脚被翻凹向上 除非他的筋非常软 不然正常人是不可能在那个姿势下 整只脚上凹 像是被拉起来下压一样 你们认为那天他真的 带了什么东西回家吗 我认为那天晚上他会发生了一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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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